大家好我是旭哥我可安 歡迎收看旭哥抽轉蛋 那很興奮的一個消息 就是這一次的泳裝池又要再來啦 第二池 那這一次呢會有兩隻新的限定角色 分別是SS很搶眼吧的愛爺 真的很搶眼啊 還有SS 做好抗紫外線的萬全準備的吸血鬼淑女 哇這兩隻都超香的 讚這個圖 然後還有這一次呢還會多出了這個有S 偶爾放鬆一下的普瑞米爾 普瑞米爾終於有S的風格了 還有這個A的波魯卡諾 那丫頭跑哪去 那所以這一次真的很像 最重要的是這次愛蓮啊 這個圖實在是哇這個愛蓮 完全解放了愛蓮 那基本上沒有意外的話 這一池應該也會魔改 要不然跟前因池的那個水準會差太多 因為前因池就是 改的很強勢嘛 那你這一池假如沒有魔改的話 這次整個落差會很大 尤其是愛蓮他的大招啊 好 那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觀看這個 復活鞋子RI轉彈冒險攻略 還有轉彈分音戰力分音實戰測試 那我們就來講一下這個角色啦 這次 這次只有兩隻SS角都限定了 然後其他SA的話也可以抽一抽補一下角色 好那我們首先先講愛蓮 愛蓮的評分是92分 定位是Attack攻擊手 我一直搞不懂這個妹妹他中 那個這個妹子 他中間拿的那個是什麼東西 他的手 好右上角他那個是在幹嘛 做運動是不是 做瑜伽嗎 好 那這個他的腕力加成值是92%在第54名 然後 他的魅力很高在79%在第5名 那其他像是速度82%在85名 這三個在前100名的 加成值 那其他智力463名 智力好低啊 然後體力481名 精神284名 敏捷在109名 敏捷加70%109名 然後還有愛 在183名 這些是比較後面的 主要是在腕力不錯 然後 魅力很高 然後速度很高 愛蓮的魅力好像一直都蠻高的 敏捷70%就中規中矩 好 加成值這樣 好那愛蓮其實有出蠻多隻角色的 他之前應該有出了3隻吧印象中 那這隻是第4隻 愛蓮算是這個遊戲很愛出的角色 那我們看一下他的技能組 技能組第1招 就是 覺醒1次的話BP0 原本要BP0 覺醒1次BP0 BP0然後這個是輔助技能 必須要用手動才放得出來 那這招會讓自己的傷害上升效果大 這樣 就是會buff自己的傷害 兩個回合 然後第2招呢 就是威力A BP8 覺醒2次的話BP6 BP6呢 然後他有單體的 打屬性的攻擊 這招蠻特別的是 愛蓮雖然是用斧頭 一般都是斬嘛 這招竟然變成打屬性 那不知道會不會魔改成 斬加打雙屬性 不知道會不會叫魔改 去給我來預測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 好 那覺醒2次的話BP6 得A的攻擊還不錯 第三招呢這個威力B 然後BP13覺醒3次的話BP10 這個是斬加打雙屬性的 那這個會Random攻擊2次 但是這個因為 那個英雄王的招是他也有這個 威力 就是A然後BP10 開場BP10放得出來 然後斬加打 然後也是 斬屬性嘛 好像斬屬性兩回合 沒有斬加打 但是斬有兩回合 但是 這個威力B就差了一點這樣 所以這招應該 序哥猜測應該會魔改 魔改應該會改這一招 因為他會比英雄王那招弱一點 英雄王那招是威力A 這招是威力B 可能會改這一招 好 再來被動技能組的第一招 就是攻擊命中使威力上升大 這個還蠻實用的 第二招弱點集中3 常駐的傷害傷害效果大 這招可能會不會改成第四集 還是不知道 蠻可能會改這一招的 好第3個就是 精神亢奮5 目前最大了 就是常駐的傷害效果特大 這個目前第五集是最大的 好像之後會推出精神亢奮第六集 在日版 但是目前國際服還沒有 那他的 加成他在第38集的時候魅力加4 然後46集的時候速度加 我這個只是有點看不太懂 為什麼他加成要加魅力 因為他是一個輸出角 照理講應該是要加玩力 他加魅力還要加速度 還蠻有趣的啦 還蠻有趣的 好 加成加的比較特殊一點 愛蓮 好接下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吸血鬼熟女 那這支旭哥前面也都有抽 我看到他一點點我還花鑽去抽 這個妹子依舊在吃什麼 好再吃那個 要兩隻手才可以拿起來的東西 薩布瑋是不是 吃薩布瑋 好 那這個吸血鬼熟女88分 這支應該也要 應該也會大魔改啦 因為沒有魔改的話 他的那個 吸引力會蠻差的 那這支最強的素質蠻意外 竟然是在他的魅力 魅力是84%在第1名 魅力特別高 這支吸血鬼熟女 可是我怎麼覺得剛剛那個 那個愛蓮那個 好像魅力比較高一點 這支好像穿的比較 多了一點 但是也是魅力很高 吸血鬼熟女 吸血鬼熟女的魅力一向都蠻高 跟愛蓮差不多 好那這支晚力加成值92%也在第54名 然後 速度89%在40名 吸血鬼熟女 通常速度也都蠻快的 好再來就是 智力463名又是一個智缺啊 然後體力241名 精神389名 然後敏捷 223名敏捷第2點 然後愛蓋386名 這些比較後面的加成值 好 我們看一下的 主動技能 主動技能的話看一下 哇這個是什麼 他在做運動 好第一招威力吸BP4 斬家音雙屬性的攻擊 那 覺醒1次的話BP3 雙屬性 然後第2招威力低 然後BP8 捐兩次的話BP6 也是斬家音雙屬性的攻擊 這是很不錯的全體技 就BP6 就可以放得出來 然後雙屬性 但是可能威力可能會再做一下魔改啦 因為這個 威力可能目前 稍微 稍嫌不足了一點 第3招威力 SS BP13 捐三次的話BP10 然後這招是 因屬性的單體攻擊 那這招對那個對象 攻擊命中的時候對那個對象呢 會有魅惑的狀態 效果大 然後 機率大 然後效果4回合 機率大效果4回合 但是呢 他有一個附帶條件 就是他對女性的角色是無效的 比較有趣 他只能魅惑男性 那基本上這招 旭哥覺得很可能會改成3個S 因為目前2個S已經 落伍啦 現在沒有3個S 大家不想抽啊 旭哥猜測一下 應該會大魔改 除非就是官方要 就要打臉大家 那就沒辦法啦 要不然基本上這隻應該會大魔改 好 那被動技能組呢 第一招攻擊命中使呢 有機會回復自己的HP 順便就會幫那個我方 另外一名生存者也補血 就是HP回復效果中 就是隨機的 就一次可以補他自己再加上 就是 隨機的一隻 再來英氣增幅就是 英屬性的攻擊 傷害上升效果中 常駐的 然後第3個呢就是 精神亢奮的第5級 也是常駐的 傷害上升效果特大 可能改可能會在第2招改一下吧 英氣增幅稍微有點 弱了點 可能會改一下啦 旭哥還蠻好奇會怎麼改 那我們就來 靜觀其變吧 然後最後呢他這隻的 腕力 在38級的時候加4 然後46級的時候加5 這隻就 加的能力值都加的還不錯 就是加腕力還速度 跟上一隻愛蓮比起來 這隻比較 加的比較正常 上一隻都加魅力啊 愛蓮魅力加那麼高要幹嘛 蠻有趣的 應該要加腕力吧 魅力加那麼高 輸出角然後加魅力 好 那我們就是 期待一下然後順便可以把這個S和A也抽回去 這兩隻也不錯 尤其這個普瑞米爾的圖其實也蠻棒的 尤其是 而且普瑞米爾目前還沒有S 旭哥目前就是 愛蓮好像有兩隻 然後吸血鬼淑女好像 所有的 都有吧印象中 看一下 吸血鬼淑女目前旭哥有兩隻 小護士的 這隻圖也很棒 謝鬼淑女的圖都蠻棒的 還有這個之前還有花鑽抽的 這是最原始的版本 然後愛蓮的話也是兩隻 愛蓮的圖好像也不錯 這個翹臀愛蓮還有這個 一般愛蓮所以基本上有兩隻 希望這一次能夠再把 丁懷的愛蓮也帶回去啊 普瑞米爾好像 旭哥好像 最近比較少在用 他其實 也是一隻還蠻香的角色 那這一隻也沒有S嘛 所以他這次剛好補了一個S給他 就是讓他技能組更豐富 要不然我其他技能都練滿 好啦那今天的這個 轉戰分析就錄到這邊了 我們期待一下魔改資訊 我們來期待一下魔改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啦 我們再要打招呼